主料,高粉150克,奶粉2大勺,烟4分之1小勺,细砂糖30克,鸡蛋液2大勺,酵母1小勺,水70毫升,黄油15克,主料,1分50克,糖粉25克,盐,鸡蛋液1大勺,奶粉1大勺,黄油30克,准备时间,2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 主料,柔制粗膜,柔成光滑面团,室温发酵到2.5倍大,用手指沾面粉出动,风口不回缩,排气,分割成10分,滚圆,中间发酵15分钟,软化的黄油用筷子打到发白,倒入糖粉,盐,奶粉,搅拌均匀,分4次加入鸡蛋液,搅拌至黄油与鸡蛋液完全融合,倒入低筋面粉,轻轻放匀, 反正光滑不沾手,按上湿薄粉,把菠萝皮搓成条状,切成10分,左手拉起一块菠萝皮,右手拉起一块面团,把面团压在菠萝皮上,右手由外向里面面团,一直到菠萝皮包,裹住4分之3以上的面团,收口向下挨入烤盘,用刀轻轻在菠萝皮上,放出格子挖完放入烤箱,下面放冒热气的水, 最后发酵,是2.5倍大,表面刷干液,放入预热好的烤箱,180度15分钟左右,烹饭技巧,菠萝皮包裹住4分之3以上的面团,不然等面团发起来以后,菠萝皮就显得更小了,快要到时间的时候,一定要盯好,颜色差不多就可以出炉了, 不要逃脱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